歡迎大家收看疼痛麥哥來,我是佩景 現在呢讓我們歡迎兩岸知名的物理治療達人 還有學上物理治療體系的顧問蔡永鈺主任 蔡主任好 主任好喔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呢是脊椎側彎 這個毛病是很多大小朋友共同的困擾 那我們首先就想請問主任喔 為什麼呢會脊椎側彎 那有哪些人是屬於高危險群呢 好那脊椎側彎呢 一般來講有分為兩種喔 一種叫做所謂的功能性脊椎側彎 那功能性脊椎側彎的話呢 一般來講是有所謂的一些 比如肌肉拉傷呢 產生了脊椎的一個變形 另外一種叫做結構型的脊椎側彎 那結構型的脊椎側彎呢 又有分有比如說是創傷的 那也有所謂的關節炎引起的 那還有所謂的脊椎感染 引起的一些脊椎側彎 那這些呢 他的病因如果解決的話 他的側彎也是能夠恢復的 那另外還有一種呢 是所謂的我們最常見 佔了90%的叫做圓發性脊椎側彎 通常耗發於所謂的青少年 也就是大概10到16歲的一個年紀 那這個圓發性的脊椎側彎呢 本身是沒有所謂的一個原因的 所以我們叫圓發性 那耗發的一個族群呢 一般來講 女性一般發生的比例呢 約比男性會高 大概是1比5左右 那其實有非常多的研究 不過我們一般臨床看到都是女性為族 那第二個呢 是有家族史的 那家族史意思就是說 如果媽媽有脊椎側彎的話 他的女兒有脊椎側彎的比例是相當相當的高 那這個是我們常見的一個 脊椎側彎的患者的一個分布 是 那想再請問一下主任 就是脊椎側彎的話 會造成我們身體的哪些症狀 那我們有辦法自己自我檢測 有沒有脊椎側彎嗎 好的 那我們今天呢 主要談論的是圓發性的脊椎側彎 那圓發性的脊椎側彎呢 通常是沒有自覺 特別症狀 也就是說 他其實是沒有什麼特別的不舒服 那有些呢 他脊椎側彎的角度比較大 他也許會影響到他的心肺功能 那 還有一些所謂的本體感覺 但是除了這個以外呢 他本身是沒有什麼特別的病痛的 那圓發性的脊椎側彎的話呢 他有幾個特徵 第一個也就是高低肩 第二個呢 大小腰 我們的腰呢一大一小 第三個呢 我們的身體的軀幹是傾斜的 那這三個特徵 那一般呢 因為這不是 他本身沒有什麼症狀 所以一般都是由旁人來觀測得知的 所以很多呢 我聽到很多 就父母他的小朋友去游泳課的時候 他才發現哎呦他怎麼會有這個高低肩啊 大小腰啊 這些等等的現象出來 那自我檢測的方式呢 一樣他需要由旁人來做協助 自我檢測的方式我們一般要做 要叫做亞當測試 亞當測試呢就是 我們又叫做彎腰隆背測試 也就是彎腰的時候看他兩邊的背部有沒有隆起的現象 那一般呢是會要求我們的一個背測試者呢 他的雙腳是病隆的 然後呢雙手合十往前彎腰 彎下去的時候呢 我們會由旁觀者呢 去看他的背部脊椎的兩邊 看有沒有一高一低的隆起的現象 如果有的話就是脊椎側彎 了解 那我們一般呢 就是會聽到有小部分人會有所謂 雞胸或者是漏斗胸這個症狀哦 這個也是屬於脊椎側彎的類型嗎 好的 那我們的雞胸跟漏斗胸 本身不是屬於脊椎側彎的變形 那他基本上是屬於肋骨的變形 那肋骨的變形 雞胸呢 就是所謂的凸胸 也就是肋骨呢是往前突出的 那所謂的一個漏斗胸 就是所謂的凹胸 他的肋骨呢是凹陷的 那這些呢 理論上跟我們的脊椎側彎 沒有一個必然的關係 是 那再想請問主任哦 您所看到一些脊椎側彎的患者啊 有哪些常見 那其實是錯誤的自我治療的方式呢 好的那所謂的一個脊椎側彎 因為他的病因非常的多 那很多人會誤解呢 是從知識不良引起的 那知識不良到底是陰還是薄 那這個其實呢 在目前來講的話 知識不良並不是一個原因 那所以很多人呢 會去買很多的 所謂的 矯正的傢俱啦 或是讓我們的小朋友啦 怎麼去做直直的啦 但他只要離開了那個地方 離開那個傢俱的時候 他完全又恢復了脊椎側彎 那第二個呢 我們常看到就是說 你的骨頭就彎彎 所以來悄悄的就好了 但是悄悄 聽到啪啪啪好多聲 好像覺得好像很有效 但是呢 等他呢 一離開了這個 所謂的工作室或診間的時候呢 他的整個脊椎側彎又恢復了 那第三個就所謂的按摩 那按摩呢 因為我們脊椎側彎的時候呢 有兩邊的肌肉的張力是不一樣的 我們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們把按摩把它放鬆一下 讓兩邊的肌肉都能夠恢復到 比較一樣的一個張力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呢 按摩本身並沒有辦法解決 肌肉兩邊張力的問題 最正確的方式應該是要做運動啦 運動才能夠去瞭解肌肉的張力 是 那聽到這邊想必大家就是 現在最關心的就是 那如果我有脊椎側彎的話 我有辦法根治嗎 想請教主任 我們該如何治療脊椎側彎 或者是有可以自我訓練的方式嗎 好的 那第一個 脊椎側彎到底有沒有辦法根治呢 那一般來講 我們 如果是原發性的脊椎側彎 因為它的原因不明 所以理論上是沒有辦法根治的 不過我們可以藉由一些 所謂的復健的原則 能夠呢 減緩它的惡化 甚至它能夠恢復到更好的角度 那我們一般的治療原則 是依照所謂的叫做脊椎側彎的角度 一般如果是0到10度的話 它一般是不需要接受治療的 它只要定期追蹤即可 10到20度屬於輕度的脊椎側彎 那這個時候我們是要用運動來治療 它就有非常好的效果 第三個就是所謂的20度到40度 那是屬於中度的脊椎側彎 這個時候我們就必須要用所謂的配架 配架現在的一個種類非常的多 那它有非常多 其實並不會像以前那麼的笨重 跟那麼的悶熱 所以現在配架的科技也是蠻進步的 那再配合運動治療 它的效果也不錯 那超過40度以上的 我們叫做重度脊椎側彎 一般就必須要用手術來做治療了 那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 如果藉由適度的運動 其實是可以所謂的 讓脊椎側彎能夠回復到 比較好的一個度數 尤其最好的治療的一個階段 就是在大概20度到10度的這個範圍 就是輕度的脊椎側彎 它很容易就能夠回進去到10度以內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